一个老人正拿着金属探测仪在沙滩上寻找宝贝 先是找到了一枚硬币 然后又找到了一条项链 看来今天的收获真不错 正当老人把项链拽出地面时 一同出来的还有一个长满蛆虫的尸体 案发后的第二天清晨 布斯带着实验室的众人赶到了海滩 卡米尔发现尸体腐烂的速度快得有点害怕 而且尸体上的蛆虫是异常兴奋 个个活蹦乱跳的 但尸体周围没有检查出任何放射性物质的迹象 这就很奇怪了 这边小谷在身上找到了身份证 确认死者叫理查德 生于1986年 身高一米八八 随后他们把尸骨带回的实验室 卡米尔刚拿开果尸布 蛆虫就开始蹦迪布置 杰克赶紧拿着器皿去接住他们 边接还边不忘给大家科普 这些蛆虫叫奶酪船长 他们会跳起来 用嘴咬住自己的屁股 但兴奋的原因 还要通过检测才能知道 小助手则通过死者 只有4%的脂肪 推测他是个肌肉男 另一边安吉拉的调查 也证明了这点 死者生前是一名健身教练 他会在网上教大家如何健身 顺便修修自己的肌肉 与此同时 布斯传讯了死者的母亲 得知儿子的死讯 母亲哭得很伤心 当布斯询问死者有什么仇人时 母亲提供了一个嫌疑人 弗兰奇 原来早前弗兰奇出馊主意 让死者服用肋骨蠢 而被校橄榄球队开除 不过当他得知 儿子干了这样的蠢事之后 直接把儿子胖揍了一顿 从此他就再也没碰过那种东西了 在实验室这边 小助手在死者的颈椎上 发现大量损伤 椎骨急凸和横凸 从内部裂开 颈椎节节被压进死者的颅内 然后刺到了大脑基底部 从而导致颅内出血死亡 看来这就是死亡原因的 另外他还在颅骨的伤口处 发现了水泥 刚刚交给杰克去分析了 而后卡米尔也查出 尸体快速腐烂 和蛆虫异常兴奋的原因 他在尸体的体内 发现了黄麻解 也就是人工兴奋剂 杰克根据死者的体重 推测出死亡时间 大概在40到52小时之前 读检结果显示 死者体内含有大量酒精 身上还有发胶 防晒和香水 这明显是聚会的标配啊 而后布斯带着小谷 找到了弗兰奇 他提到了一个叫佩佩的人 他是最后一个 见到死者的人 此时弗兰奇的女伴 说漏了一件事 前几天佩佩和死者 因为撞山大打出手 看来这个佩佩 多少有些嫌疑 实验室这边 小助手和卡米尔 发现了一些新线索 尸体的头部有两处伤痕 这很可能是被凶器击打了两次 之前发现的水泥块 也跟聚会场地采样不匹配 于是小谷和布斯 来到了死者和佩佩 最后一次出现的酒吧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佩佩 一进门就看到佩佩 拿着一袋冰块跑了出来 酒吧的员工在后面追着他跑 布斯赶紧去阻止了他们 从员工的口中得知 因为酒吧的水是免费的 但冰块却不是 于是佩佩经常偷冰块去恶作剧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布斯怕二人再吵起来影响调查 就把工作人员支走了 最后从佩佩的口中得知 死者原来有个狂热爱好者 但她不知道名字 只说是一个深色头发 深色皮肤 头发蓬松的女人 另一边的兰斯通过字符短信 勾欠了一个人际关系网 了解到死者 和一个叫玛丽的女人来往甚多 可她并不是真心对玛丽 还曾经言语侮辱过她 这导致玛丽非常的气愤 还短信威胁死者就要狗带了 布斯得知立马传讯了玛丽 玛丽一上来就对着布斯说 他跟死者有多相爱 死者有多好之类的话 当布斯问谁有可能杀害死者时 他毫不犹豫的说是健身房教练 因为死者死前服用的肋骨蠢 就是教练卖给他的 而后死者揭发了他的行径 所以教练很有嫌疑 实验室的杰克 在颅骨的伤口上 发现了不明的白色物体 小助手推测是塑料 另一边 布斯带着小骨 来到教练工作的酒吧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储藏室 在储藏间里找到了 有符合作案凶器的东西 布斯立马把他带回了审讯室 健身教练说案发当天 他陪妈妈去纽约看了一场舞台剧 为了验证供词的真假 布斯和教练说起了舞台剧的内容 最后确认教练没有说谎 实验室的安吉拉 根据在伤口上 发现的证物的形态和弧度 还原出凶器 是一个外侧式塑料 里面是水泥的圆柱形物体 另一边的小谷也发现 据死者最后一次出现 和发现尸体的时间中间 其间有两天时间的空白 尸体迅速分解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 之前尸体一直被冰冻 然后突然被丢在沙滩的阳光下 才会造成那样的结果 小助手也验证了小谷的想法 他在死者的谷谷上 发现了威系谷林 而后布斯和小谷再次来到酒吧 正好看见 上次追着佩佩的那个工作人员 他正用一根符合凶器特征的棍子 在敲冰 布斯见状伤前夺过工具 告诉工作人员他杀错了人 死者没有偷他的冰 偷他冰的是 那天跟死者穿着同样衣服的佩佩 工作人员听了布斯和小谷的推理 没有否认 接着说起了自己的痛苦 他每次送货的时候 佩佩都会来偷冰 那天他实在是没控制住自己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原来他错杀了死者 案件就此告破 点击下方小链接 测测你的破案能力有多强 我是橘子 下期见